我们所感受到的快乐和痛苦 绝大多数的根源都是来自于烦恼 有人觉得生活很好或是很不好 这些都承担着五蕴的包袱 而五蕴的根源和贪爱有绝对的关联 因为众生有贪爱才有执着 对任何事物生其喜欢与否 这就是贪爱的现象 贪爱的现象就比如说各位看到的是可喜的射手园 因此各位就会喜欢了 比如各位听到的是美好的声音 各位也就会喜欢而且不断地需求它 所以现在各位都有在背负的五蕴包袱 也就是因为各位内心里面是有贪爱 有了贪爱他才能够执着了这五蕴 第四个的内容是有提到说 卸下了包袱 那么如何来卸下包袱呢 就是各位去除了贪爱心 也就等于是卸下了各位的包袱 如何来去除贪爱心呢 也就是各位要修皮婆神那常法 觉察到了生命的同时 各位也就能够可以承受皮婆神那智慧 就以圣子的道治国治 斩断了这个贪爱 也就等于说各位实践了四念处常法 一旦呢是生起了皮婆神那智慧的话 这个贪爱呢是跟各位呢是渐行渐远 甚至各位呢是获得的是甚至的道治国治的话呢是 这些贪爱也能够可以极灭无余的 包袱经共分为四段 最后一段提到如何放下包袱 透过禅法的修为可以生起智慧 而修禅就可以产生病例 进而觉察到贪爱无名的起心动念 法杰新闻五庸曲高雄采访报导